银汉坐牢十年,出狱仅仅五天,便血洗了所有的仇家,简单粗暴,没有废话。 大家好,我是亮哥,今天就一起来看这部强森主演的复仇点,急速复仇。 故事开始,如狱十年的强森,今天刑满释放,十年的监狱生涯并没有击垮他,反而让强森更加强大,因为他身负着血海深仇。 在离开前,监狱长照了一个即将出狱的犯人谈话,但强森一句也没听进去,他的心思一直在时间上,仿佛有迫不及待的事情要做。 出狱后,强森没有任何的停留,大步跑向了远处,禁止来到了附近的一处报废车场,这里有人给他提前准备了一辆车,不止如此,车上有衣服、武器等必需品,一应俱全。 强森最在意的是一份仇人的详细资料,强森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十年,随后,他把和哥哥的照片, 站在了阵阳板上,一脚油门离开了此处。 不久,强森根据资料来到了一个公司楼下,推开门闯了进去,不顾前台的阻拦四处寻人。 果然,强森在这里看到了目标,而对方看到强森也是一点的惊恐,强森根本没有给对方反应的机会,抬手一枪将目标当场爆头。 看了一眼监控探头后,扬场而去。 出于仅几个小时,强森就让第一个仇人削剑当场,很快警察就封锁了现场,负责案件的是女警探凯莉和警探卡普。 卡普还有十天退休,不过她吸毒成瘾,在警局室公开的秘密,风评很差。 人人都避之不及,凯莉自然也是如此,可领导的指派她也不得不从。 案情倒是简单明了,有众多的目击者和监控录像,警方很快发出了通缉。 晚上,强森来到了一家私人侦探所,车辆、武器以及仇人的资料都是私家侦探提供。 强森在狱中靠贩卖微镜瓶攒下了一笔积蓄,出狱前就已经委托私家侦探调查仇人的信息。 现在,强森来此是购卖剩下的三个仇人的资料。 但私家侦探看到电视上强森杀人的新闻后,明白了资料对强森的重要性,便坐地起架,还让五大三处的保镖威胁强森。 结果保镖看到强森手臂上,在监狱降服强者后留下的纪念文神,心中大惊,连忙道歉,落荒而逃。 没有了一张的私家侦探,只能乖乖地把资料封上。 拿到资料的强森,立即锁定了下一个目标。 不过强森的高调复仇,也被人盯上了。 此日,杀手柯里便接到了自杀强森的任务。 柯里此人是个头头的年轻富豪,但他小兽双腿做过大面积的手术,一度无法站立。 差点残废的精力,让他喜欢上了极限运动和冒险。 他做杀手并不是为了钱,而是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,所以他接单的酬劳只有一美元。 柯里的女友经常劝说他放弃杀手的工作,却都没有结果。 深爱柯里的他,只能做起了弦内住。 另一边,警察已经调查到了强森的身份。 十年前,强森和鸡哥哥以及两名同伙抢劫了一家银行。 强森负责开车,本来一切顺利,虽然遭到了警察的追击。 但强森依靠过硬的标志技术,带着同伙逃出了警察的包围。 可他们刚回到老巢没多久,有四个人持枪冲了进去。 而话不说,把强森的两名同伙当场击杀。 他和哥哥也被控制了起来,逼问钱的下落。 强森为了让兄弟俩活命,说出了钱的藏匿地点。 然而这伙人并没有信守承诺。 哥哥被人当场割吼,强森则被人从背后开枪,击中了头部。 当时有个变态拍摄了全过程,而录像是几年前警方在一个黄色窝点找到的。 不过强森的命太硬,子弹从强森的脸颊穿过,他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, 然而必须在后脑放置钢板来支撑头部。 如此深仇大恨,也难怪强森为了复仇一刻也不想等。 可强森显然还不知道,在他等待第二个仇人回家时,自己已经被杀手柯里盯上了。 不久,目标出现。 这次的目标就是那个拍摄录像的变态,此人现在依然在干禽兽之事。 伪装成老人,利用一些女孩的同情心,瞎摇迷晕后拍摄录像。 不过这次他的末日到了。 在他欲行不轨时,强森一脚踹开了房门,对方看到强森后,呆立当场。 反应过来后,抄起剪刀想要反击,强森还是没有一句废话。 开枪打中对方的手腕后,又是一枪,将老变态当场爆头,也算是对方最有应得。 做完这些,强森快步走出房间,谁知杀手柯里引在背后瞄准了他。 正在这时,一个小女孩正好走出了房间,挡在了强森的身后。 反应过来的强森迅速把女孩推倒,和柯里开枪对射。 一轮快速的交锋后,强森并没有和柯里多做纠缠,四季逃出大楼,驾车离开。 接着强森来到了下一个目标的家门前,不过这次不是仇人,而是他当年的女友。 当年强森入狱后,拒绝了女友的探视,女友只得打掉了腹中的孩子,令家他人。 听闻此言,强森有些失落,但也了却了自己最后的牵挂。 告别女友后,再次踏上了复仇之路。 杀手柯里这边,上次的失手,让他耿耿于怀,不仅产生了自我怀疑。 加上女友一直以来的期盼,他决定放弃杀手之夜,和女友结婚,过平静的生活。 而强森已经找到了第三个目标,目标在一家夜店做保安。 夜店的人员复杂,强森不想多生事端,没有用枪,而是搞了一把兵锥,把目标单独堵在了卫生间。 这次的目标,当年轻手杀了强森的哥哥。 对方最近看了新闻,知道强森迟早会找山门来,今天他们两个只能有一个人活着离开。 没有多余的废话,两人各持武器厮杀了起来。 最终,强森技高一筹,目标倒在了血泊之中。 奄奄一息之际,目标请求强森,给他的儿子带一句话对不起,并难难地说道,都是男人逼他们干打。 强森一时心软,答应了下来,拿着对方的手机离开了现场,也对向了自己的承诺。 然而次日,正在赶往下个目标所在的强森,却从广播里听到目标并没有死亡,而是在医院救治。 想起哥哥被对方所杀的一幕后,当即掉头,朝医院赶去。 此时,警探卡布得知此事后,察觉到的是强森所为,也猜到强森会返回医院,便提前一步赶到守株待兔。 而杀手克里,看到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后,征服的欲望再次被激起,于是违背承诺不顾女友的阻拦,再次开始追杀强森。 而他的雇主不知为何,对强森的踪迹了如指掌,告诉克里,强森会在医院出现,难道这三方要在医院来个大混战吗? 事实上并没有,强森来到医院后直奔手术室,几枪盖到了正在抢却的目标,然后大步离开了医院。 听到动静的卡布赶到时,目标早已凉透,但他居然在副一层追上了强森,然而随即爆发了枪战。 可卡布自从染上毒瘾后,整个人就废了,自然不是强森的对手,很快便被强森用枪钉在了头上。 卡布以为自己是赛姐难逃,可强森虽然凶狠,但并不是滥杀无辜之人。 看到卡布是警察后,便放过了对方,消失无踪。 而柯里在强森离开医院后,第一时间就追了上去。 强森也很快发现了柯里的追踪,柯里眼见暴露便不再掩饰,疯狂飙车,伺机动手。 追逐中,强森看到前面有辆大货车后,寄上心来。 他迅速超车,挡在了大货车的前面,货车刹车不挤,急忙变道,顺势把后面追击的柯里逼挺。 而此时的强森,已经持枪瞄准了柯里,可强森见对方不是自己的仇人后,只是开枪打爆了柯里的轮胎。 而柯里这小子不讲武德,开枪击中了强森的脖子,幸好只是擦伤。 强森无意纠缠,无助伤口,驾车快速逃离。 随后,强森来到了母亲的住处,母亲帮其缝合了伤口。 十年前,在抢劫行动的前夕,哥哥曾请教父亲如何抢劫银行。 父亲居然要和哥哥对半分赃,哥哥当然是没有同意,强森怀疑是父亲充满了他们。 他这次就是来找父亲问个明白,但母亲告诉他,老头子咋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。 虽然他生前极度讨厌强森,甚至认为强森不是自己亲生的,但糊涂不食子。 更别提老头子十分喜欢强森的哥哥,怎么会置自己的儿子于死地呢? 从母子俩的对话中得知,强森从小备受冷落,只有哥哥对他照顾有加。 这也是强森不顾一切,要为哥哥复仇的原因。 接着,强森带上哥哥的骨灰,继续复仇之路。 另一边,警察也找到了几名死者之间的联系。 他们都是一名警探的线人,天下哪有如此巧合之事? 这背后,定然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凯利已经委托总部,查询线人在警局的详细档案,很快便会有结果。 强森最后的目标是个牧师,当强森找到他时,对方正在向信徒步道。 看到台下的强森后,差点就哭了出来。 牧师也看到了新闻,就一直在等着强森。 而这些天的步道,都通过广播实施直播。 其实就是牧师专门为强森准备的,希望他能放下仇恨。 牧师早已痛改前非,专心步道,可无论怎么改变,也不能消除他以前的所作所为。 多年的仇怨,哪有那么容易放下。 但牧师是几个目标中,唯一真心会过的人,也是当年唯一有过阻止同伙行凶行为的人。 年纪此处,强森最终放了一剂空枪,放过了牧师。 希望牧师能拯救更多像他一样失落的灵魂。 完成复杀的强森,看着和哥哥的合照,有些茫然和伤感。 此时,一把枪突然顶到了他的头上,正是杀手颗粒。 不过,此时的强森已经无所谓了,准备泰然赴死,可杀手颗粒却不干了。 他认可了强森的能力,希望能公平对决。 强森的态度,让他感觉又被冒犯到,便提醒强森,事情还没有结束。 强森的仇人,肯定还有一个,那就是故兄之人。 正在这时,卡普也追踪而至,克里指他放下了手里的枪。 没想到卡普并没有逮捕两人,反而对着强森的头部就是一枪。 原来真正的幕后黑手,就是卡普。 强森哥哥的女友,也是他的线人。 从他那里,卡普了德志强银行的情报,于是便动了贪眼,威胁四面线人,一起坐下了这黑吃黑的勾当。 最后还杀人灭口,没想到强森没死,初一后便展开了复仇。 让即将退去的卡普恐慌不已。 这才故用克里去干掉强森,用绝后患。 现在强森已死,他可以安心地退休了。 而克里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。 他拒绝了卡普的一美元报酬,转身离去,也决定放弃杀手的工作,和女友过平静的生活。 然而,正当卡普以为一切都结束时,突然背后一声呛呛,卡普应声倒地。 强森并没有死,他脑中的钢板救了他一命。 随后,强森击杀了重伤的卡普,离开了此处。 这次,强森出于五天,完成了复仇。 不久,女警探凯莉带人赶到了此处,卡普早已身亡。 来之前,凯莉已经查到,强森的复仇对象全部是卡普以前的线人。 不难猜测,卡普才是那起黑吃黑事件的幕后主旨。 不过卡普以死,凯莉默默收起了那份资料,把这件事瞒了下来。 这样,卡普还能在他的儿子心里,永远留下个光辉的好形象。 他的妻儿也能拿到警局的抚恤金,算是一点安慰吧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好了,别忘了点赞,转发关注。 下期再见,goodbye。